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27岁网红圣洁时曾圣洁去年从YouTube爆红,携带高人气转战歌手,也顺利爆的美人归,间接升格仁夫,最近受访时却语出惊人表示,没有想得很清楚。 据中国时报报道,当初圣洁时受到这群人及GOP成员展瑞启发,开始接触YouTube领域,2016年创立个人频道,极有每天更新生活化影片,不到一年就突破百万订阅,累计大批死忠粉丝,还在去年底发行个人首张专辑,Ban成知名网红。 年纪轻轻就当仁夫的圣洁时,坦言当年和老婆圣嫂兜兜闪婚,确实没有考虑经济层面,回首走来的一切,醒住的时间由九成都在工作,如同工作狂般的生活,最想感谢的人就是老婆,其实这很失调,尤其对女人来说很不好,不能好好陪伴她,带她出去玩,还要老婆照顾我起居, 心里很内疚,圣洁时,左,和圣嫂兜兜,右,善婚,翻设自圣洁时脸书,圣洁时,左,坦言当年善婚没想清楚,翻设自圣洁时脸书,圣洁时不到一年YouTube频道订阅数破百万,翻设自圣洁时脸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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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